會有一個基礎 然後往隧道的北口過去 這樣看過去 那現在大家看到路上的這條線 就是我們這個隧道北口的 右側的北遠 陣營不斷的蘇花改 去年年底開始陸續東攻 而在宜蘭縣南澳鄉五塔段的預定工程 進來讓五塔部落族人反彈 因為預定開早的五塔隧道 將會貫穿五塔部落的山壁 要開通四百六四公尺 雖然施工單位 將會利用鑽探的方式 保證不會用炸傷的方式 來開早隧道 但部落居民還是擔心 被貫穿之後的山體 會因為地質破壞 再往後面臨地震或風災時 會危及到部落居民的安全 成為第二個小林村 從安全來講 我們的考量是說 這一面是最躲坡了 這個就緩坡了 最危險是這個地帶最接近的人 我們的疑慮是有的 我覺得政府當委你們做施工 要讓駿民滅疑慮的話 你要讓我們滅疑慮嘛 你現在擔心的這些落石 或是我們施工中可能的這些震動 理論上是不會傳到這裡 但是我們會去做一些安全的 防護的考量 讓你們更安心 做一些設施來保護你們 雖然施工單位保證會負責 居民的安全 但五塔部落的泰雅族人 還是對政府施工單位 沒有信心 五塔隧道工程會貫穿山體兩側 隧道北口跟南口 都會影響到五塔社區整個範圍 而隧道北口 將威脅到附近的住戶 南口則是會影響到 五塔部落泰雅族人的祖坟 更是讓五塔部落的居民 不能接受 居民希望施工單位 能夠把五塔隧道的位置改變 離部落遠一點 但蘇花改已經成為既定工程 五塔隧道南口對面 總藏八公里的觀音隧道 路段已經動工 而整個五塔隧道斷今年八月 就會正式動工 隧道畢竟是從自家後山開鑿 五塔村民寢時南安交通部表示 將會在四月十號召開時工村民會 繼續跟村民來公投 這次Tanifu Alifun 伊蘭南口採訪報道 這是中共宣傳的 是有 attaching 谢谢大家